有朋友就問Wong Chi Wei 他就問TQQQ 還有沒有可以去呢? 現在還是不是直播呢? 昨晚就升了百分之近 是 其實這個 首先TQQ是一個三倍槓桿的工具 其實我有多少少感覺想說 首先 記住 槓桿反向 這個是一個短期操作的 這個要記住 真的要記住 真的要記住 因為其實我覺得挺誇張的 我曾經上年 上年年底 聽過有一個比較初入行的 在我們自己的一個國際投資群組裡面 他有說 其實有時候也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人做大行 那些要做這麼多分析 就是不斷買TQQQ就行了 然後其實我很少在一個群組裡出聲 我忍不住 還有另外一間大行的一個分析 其實如果你只不過是初初入行 你要明白 你可能要先了解 再說一分措施的重要 每個公捐區 是 不是啊 那你輸極的 那你混合就行了 不會死的 立志的 是 那 这件事其实大家应该 我不讲究竟之后再有什么沟通了 但是大家去看回结果就是 当一逆转那一刻 是不是真的这样操作可行呢 是的 还有记住当逆转那一刻 杠杆反向的特色就是 和你逆转的情况 你那个价格是会跌得快 过原本你在追踪的资产 那第三就是其实 还有一样东西 不是每次都叫做长线 什么本多中性一定可以的 因为例如可能有些情况 如果你是股份的 好像twitter那样 你高位买完 你现在被人收购了 私有化了 如果实际上不再列入的 你回不了家乡的 那这个 为什么会突然拿这个例子呢 就是因为其实最近 可能如果大家有留意 Proshares或者美国那边 其实出现了一个调查 或者一个消息 就是说会不会开始有机会 对于一般投资者 可不可以不断用L&I呢 就是杠杆反向的工具 是开始有些声音出来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想提的就是 不要当长线的工具 一定不要 好了 那我当刚才的问题只是短线了 刚才的问题是短线 如果只是问纳指 刚才都说了 我觉得纳指会跟着 就是美国股市会弹的 是的 但是如果它 首先 美国的10年利率 除非回得再急些 是 第二就是如果美汇指数 都可以回多些 是 那一刻我才会觉得 纳指会是跑人标普 是 否则呢 其实你可能看着标普升 其实也差不多了 是 晶龙跌就会跟它的走势差不多了 是 但是我这样回答你 就是纳指我自己 就是其实你看到它 其实之前 其实你看一幅图 你都觉得它 比SMPD差一点 是 我纯粹当如果我反映的目标 看一下去回 142线 就是14200那些位先 就是说纳指的话 是 那你现在135 其实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你看一幅图就不多 但是 也是重重难关的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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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